中国投资建设海军基地网络 美国帮忙选基地 这是美国纯属疑心病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逢talk 我是朱中成 众所周知 美式霸权横行各大领域 除了科技和金融等行业 美国在军事方面 那更是一贯的说一不二 尤其是美国海军 对于靠海权发家吃饭的美国来说 那更是重中之重 不过自从我们中国海军军事实力 不断强化之后 美国的心态就有点崩了 它疑心病又犯了 前不久美国方面又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我们 说是他们的卫星监控 发现柬埔寨的云阳海军基地 又有了新的扩建情况 而他们所谓的扩建 就是一条长度有300多米的新码头 从主码头伸出来了 美国盯着这条300多米的新码头 断言一定是中国海军在为进驻做准备 说这个码头能停得了一艘航母 说这意味着我们中国海军能快速获得有效的补给 提高作战效率 对于美国方面这种无端的抹黑 在我们否认的同时 柬埔寨是直接驳斥了美方 说这个项目只是中国帮助柬埔寨提升国防能力 尤其是柬埔寨海军的战斗力 甚至柬埔寨还补充了一句话 说建设海军基地与美国无关 没有义务告知美方 然而不论我们中检如何否认和驳斥 美国显然没有就此消停 他们接着又炮制了更多的所谓智库报告 说我们中国要在全球建设八大海军基地 还煞有介事地列出了八个基地 位于各大洲的要害位置 甚至帮我们分析 为什么我们应该选这些位置建海军基地 比如能保护中国的船只海外航线 抵抗美国制裁等等 总之吧 美国智库报告是做戏做足了全套 看起来好像还真有那么一回事 说实话 我看了 我还真希望他们说的是真的 我们海军若真的有八大基地 那该多给力啊 但实际上呢 浏览他们所谓的智库报告 就会发现 压根就没有说中国海军 在所谓的要害位置 有建设基地的任何迹象 全是凭他们自己猜测 帮中国选了八大基地 并且他们猜测的位置啊 既没有按照军事需求 也没有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 只是想当然的认为 我们和哪个国家关系好 我们给哪个国家投资了 就说我们会去建一个海军基地 不得不说啊 这还真是美国独有的疑心病 实际上美国是自己做贼心虚 首先现在的贸易航线 早就不是从前那种高风险性的状态了 我们中国没有必要 为了保护所有的海外航线 就跑去各地捡基地 其次呢 抵抗美国 这也完全是美国夜路自己走多了 担惊受怕 事实上我们中国的战略 只是要共赢发展 和平崛起 根本不想与它美国争霸天下 也不需要建基地来专门对付谁 所以美国那么费心思的 帮我们选了八个基地 接着呢 就把帽子扣在我们头上 这摆明了 是给相关国家打预防针 以防我们真的要建海军基地 但归根结底啊 这些不过都是美国自己的疑心病 异想出来的 是美国按照他自己的思维套路 把他自己干过的那些事 套在了我们头上 总觉得我们在别的国家 一有点动作 就是要强化实力来对付美国了 所以我们有句话想劝告美国政府 那就是他们有着功夫 帮我们选基地 倒不如好好制止他们自己的疑心病 再说了 难道就许美国在全球 有数百个军事基地 而我们就算要建八个都不行呢 真是岂有此理啊 各位网友说是不是呢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 希望下期再见